最新的剧情中萌萌下线了 有这样有钱的父母本来是幸运 可在萌萌来说是不幸 父母各忙各地把萌萌丢给保姆 萌萌从小缺少爱和关心 故意成为问题少女 希望能引起父母的关注 交友不慎还导致了宫外孕 小小年纪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动不动就歇斯底里 父母也是头疼得很 萌萌在人师这里治疗期间 情绪很稳定 病情在慢慢地好转 抑郁症本来就是要打持久战 可萌萌的父母却等不及了 想让女儿尽快进入生活的正轨 完成给女儿计划好的学业 最终逼死了萌萌 萌萌的死对天真打击很大 一度走不出来 大家都误会天真喜欢萌萌 天真其实就是把萌萌当成了亲妹妹 是头头陪天真走出了阴霾 让她重拾当医生的信心 天真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真心 一直以来她喜欢的是头头 天真喜欢头头 还真是让所有人惊讶 平时两人总是打打闹闹 更像兄妹 谁能想到是双向暗恋 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差距 师父师母都不看好两人 人是为了考验天真的真心 故意说头头就是她的私生女 这句话简直要了天真的命 直接崩溃大哭不可能 人是坚定不移地说没什么不可能 两人的爱情还没开始 就要被扼杀了吗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